大家好,我是波卡多 距離之前金龍珠人造人的整理也有一段時間了 在這期間龍珠超、漫畫、電影都還有出現更多人造人 雖然不是創造人造人的可蘿博士所製造 但卻也是跟他很有淵源 因為新增的那些人造人都是他孫子赫德博士所製 所以這次就要來補充後期出現的全新人造人 來讓各位了解 那想要回顧之前所有人造人的朋友可以到我之前影片觀看喔 那邊會有完整的說明及整理 這次要整理的赫德博士所製造人造人 他有分別以阿爾法、貝塔、加碼系列來製造 以下也會以這樣做大分類的整理說明 先說一下,阿爾法跟貝塔系列大部分都只有在龍珠超漫畫才有出現喔 那麼就話不多說開始這次的整理囉 阿爾法系列 這是赫德博士最初製造的第一個系列人造人 這些樣子比較像是人造人8號,但卻是殭屍版的人造人 是赫德博士去挖掘屍體而改造出來的 他們設計出來後是被赫德博士派去工作 或是派去抓機器人一起來工作 主要是為了幫賀德博士獲得研究資金使用 不過由於都是屍體製造最大腦早就爛掉了 因此他們的記憶力都蠻差的 那一下就要來快速說明阿爾法系列人造人 阿爾法1到3號 這三位分別是有著龐克頭的阿爾法1號 高瘦眼睛容易掉下來的阿爾法2號 以及有著西瓜皮長得像小孩的阿爾法3號 他們三個首次登場都是在賀德博士的工廠裡 並被阿爾法12號派去對付特南克斯 但一下子就被打飛了 那這三人後來還有被賀德博士派去便利商店打工 只是在漫畫裡最後都被當警察的克林給抓了 算是戲份比較多的幾位 在劇場版超級英雄中 也有出現他們在便利商店打工的身影喔 阿爾法4到5號 阿爾法4到5號是在工廠基地裡 教導膠囊公設機器人製作壽司並包裝的兩位人造人 並且4、5號又被12號派去對付特南克斯 只是一樣馬上被打倒了 阿爾法6號 阿爾法6號的話則是龍珠超漫畫的超級英雄片中 第一個登場的人造人 一登場就嚇得不麻母親花龍失射 後來在工廠裡被派去與特南克斯戰鬥時也是很快就被打倒 阿爾法7到11號 7到11號重複入中可以得知 只有幾位有出現 並且無法認定他們實際上是哪一號 7到11號裡面 比較有戲份的是負責監督工作的那位木乃伊型的人造人 而他也是一下子就被特南克斯給打趴 另外比較有戲份的就是這篇章 小特首次遇見的那位人造人 以及大混戰中出現的那位 除了那幾位外 其他幾個就真的沒有出現身影 那這裡就簡單的帶過 阿爾法12號是校狀的殭屍人造人 其職務應該是工廠裡的幹部級別 以及賀德博士的主要助手 而他製造的方式與阿爾法1到11號比較不一樣 在相較之下他有著較壯的身體素質 比較不好對付 不過他還是被變成超賽的特南克斯給一拳放倒 後來他則是常伴在賀德博士左右 而在事件結束後 原本是死人屍體改造的他 則是有回去原本還活著的時候的家 其他的人造人最後的機遇也是這樣 貝塔系列人造人 是賀德博士後來製造 比阿爾法系列更強壯的人造人 貝塔系列的人造人如下 貝塔1號 他是被賀德博士派去化身成貝塔 潜入霧天與特南克斯的高中 去找出破壞賀德博士工廠的人造人 擁有著帥氣外表以及超強的運動能力 雖然出登場時是高中生模樣 但變身後會有奇特裝扮 有著比阿爾法系列更難對付的戰力 而他還能召喚出貝塔2號出來 來操作戰鬥 但首次與特南克斯對戰還是以敗北收場 雖說如此 後來還是有再次在霧天他們的學校舞會上出現 貝塔2號 他是貝塔1號利用夾克山所放出的機器型人造人 登場時是靠著貝塔1號操作 有著能從身體部位發射飛彈的能力 雖然看起來像是貝塔1號在操控他 但他的本體其實是在下半身 自己其實能自有移動的 只是最後上下半身分別被變身後的特南克斯跟霧天給達到 貝塔3到6號 這幾隻人造人沒有正式登場過 但在赫德博士要被抓的最後大戰中 似乎有出現他們的身影 只是資料不多 所以這裡一樣簡單的帶過 貝塔7號 是長得像貓王的人造人 首次登場是出現在霧天所搭乘的校車前 最後是在霧天變身後 很快就敗倒在他之下 貝塔8號 是位女性人造人 是赫德博士為了參加特南克斯他們學校的舞會 所做出來的女學生人造人 首次登場是在舞會上 後來在逃離時又在車上看見他的身影 而最後大戰他有出現 以上就是阿赫法系列跟貝塔系列所出現的人造人 那在整理加碼系列之前 先來說明一下 以下這一隻雖然不是人造人 但卻是赫德博士最早的王牌 那就是人造恐龍1號 是赫德博士在獲得新生酮彈帶軍團資金前 所製造出最強的人造生物 算是他當時的最高傑作 有著特別強化力量 與他之前的人造人相比 更加強悍 戰力還不錯外 還會使用嘴砲攻擊 雖然腦袋不太好使 會胡亂轟炸 導致赫德博士的研究室給破壞 但他卻能暫時壓制 霧天跟特南克斯 不過最後還是在賀琳與霧天特南克斯合力下 被解決了 加碼系列 這赫德博士從新生酮彈帶軍團 納獲得資金後 在製作中提賽期間所製造 有植入英雄要素的人造人 赫德博士稱他們為他最高傑作 這邊說明漫畫理由最佳設定 關於加碼1號2號 赫德博士其實是有參考 雖然是敵人 但非常帥氣的英雄二人組 也就是特南克斯以及霧天 所設計出來的 也因此1號的紅色披風 是跟霧天變身後的賽亞超人X2的披風類似 而此系列也不能與前兩系列相比了 加碼系列除了有超強戰力外 還有著前兩系列沒有的飛行能力 並配備著極強的槍作為武器 雖然這系列真的很強 但卻不像是17、18號那種 屬於永久能源型的 而是有能源的限制 但是他們卻能在能源用盡前 都能全力輸出 那加碼系列人造人以下分別來說明 加碼1號 他是屬於個性沉著冷靜的人造人 穿戴的紅色披風 一開始被紅帶帶青團給護倒 因此與霧泛他們為敵 伊比克一開始判斷加碼12號 他是說應該是有匹敵悟空與達爾的實力 不過實際上 1號在與霧泛對戰時 就可以得知雖然超賽的霧泛 無法打贏他 但在變成救急霧泛後 就能與他打得有來有回 因此12號的戰力應該走到 又急霧泛的程度而已 沒有到悟空他們的戰力 後來也是因為有他保護的緣故 賀德博士才撿回一命的 加碼2號 走位登場的加碼系列人造人 穿戴的藍色披風 個性屬於較輕率的類型 也因此他去找比克最戰後 就以為打贏的輕易的放走了比克 他的戰力是還沒有強化過的比克 無法打贏 後來再次與比克最戰時 他則是輸給橘色比克 而他最後是在為了打敗終極賽爾時 一口氣發揮出所有力量 衝向他 因而犧牲了 終極賽爾 賀德博士 從可羅博士所留下的 有關賽爾的資料 記在腦中後 再被輕聲銅斷在軍短找到 賀德博士便靠著他們的高額資金 並基於上述可羅博士的資料 所加以改造 製造出的全新生物兵器人造人 是之與原本賽爾不同個體的全新賽爾 而關於賽爾設計的資料 在漫畫中有出現畫面哦 由於賽爾是屬於 一包慢慢增加成長的類型 所以終極賽爾在製作時 等待的時間是比較久的 但這隻跟可羅博士的賽爾相比 完成的時間算是快了 畢竟只花了半年 終極賽爾就被製造出來了 但可羅博士那隻 可是至少花了24年 才正式成形誕生啦 只是雖然身體製作 比原本賽爾花的時間還要短 但腦部的控制 卻也需要花一些時間來調整 抄襲英雄篇中 終極賽爾在被馬傑塔釋放之前 是都還沒有完成腦部控制 也因此一出場就是瘋狂的攻擊 而這隻賽爾在赫德博士製作時 是有為了防止他暴走 因而有幫終極賽爾製造了一個弱點 那就是他的頭頂 只要完全破壞掉了弱點 就會引發出一場 連終極賽爾細胞都無法殘留的大爆炸 而這隻鬆極賽爾在出征場時 站立感覺還好 但時間一久 他的力量就由開始提升 也能逐漸進戰鬥 並且身體算巨大 卻有著靈敏的動作 正在那篇章 在場所有人合作都難以戰勝了 最後是靠著誤犯超覺醒 便生成野獸誤犯後 在巨大的橘色比克的壓制下 才用魔罐光煞砲將他成功打倒 在打完後 誤犯是給這隻賽爾的評價式 就算是有悟空或打耳在場 也未必能打倒就是 可說是目前為止出現過的最強人造人了 提到這隻終極賽爾 不得不提一下他外表 是比較像是原版賽爾的第二型態 那會像原因 可能就是因為第二型態賽爾 是有三名老師特別喜愛的人造人了 以上就是 這是龍珠裡所有的人造人補充啦 希望這次的整理能讓各位更知道這些新的人造人囉 那這次的整理中 不曉得各位對哪一個人造人印象特別深刻呢 都歡迎留言跟我說喔 那我是波卡托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分享或訂閱 波卡片就下次見囉